出道即是巅峰 张博之可以说完美诠释了这句话 1998年拍摄电影《喜剧之王》 那时他仅仅18岁 气质出众模样清纯 身上展现的青春朝气让人向往 张博之饰演的柳飘飘一脚 将少女的风姿展现得淋漓尽致 完美契合对校园女神的所有期待 一炮而红后就走向事业巅峰 资源不断片约不止 然而事业如日中天稳不发展 感情却一波三折非易不止 与谢霆锋的九年婚姻早已止步 孩子生活生下三胎 却不愿曝光孩子生父 这一生再大也绝不松口 而在他身上不得不提到的 还有当年与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 曾经的艳照门事件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至今都成为热议的话题 而就在此前香港某媒体 又爆出大量张博之的大致肚照 出自于张博之被虐的视频 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关注 事情是这样的 香港某公司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最新一期的杂志内容 照片上曝光了陈冠希死党 发放的张博之被虐骗 并附有数张张博之被虐的照片 发布这条内容的当事人 是与陈冠希关系密切的一名导演 照片中这位疑似张博之的女子身体 被捆绑着 上身衣服凌乱口中塞有异物 异物通过黑色皮带绑在脸上 表情十分猙獰 简直是惨不忍睹 该报道还称张博之与陈冠希 一直保持联系 这对关注张博之的粉丝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在这则报道中 陈冠希的名字被写在最醒目的位置 让看的人容易误以为 是陈冠希发布的这组照片 如此张博里带的报道 让陈冠希方面很生气 陈冠希经纪人很快就出面回应 表示这是陈冠希好友的短片狗仔战俘 被杂志登出来说是被虐照片非常可笑 并怒持香港某卑劣低级周刊 又要硬扯关系 冷饭不断热炒也不做点功课 只为了要淘点销量真的很恶心 随后陈冠希好友也表示 这部短片确实是他以前拍摄的 目的是用来讽刺狗仔对对艺人的束缚 是一部实验性质的艺术短片 杂志这样做完全可以状告他侵权 这部短片当年曾在一个数千人的公开场合放映 而且当时媒体已经做过报道 不知为什么还会被一些不良媒体拿出来炒成饭 而最令人心疼的是张博芝 这次又热脏水上身真的很冤枉 虽然事实已揭晓 但此事仍在网络上激起公愤 作为一个曾经被光环笼罩的女星 张博芝接连遭受失业家庭被毁的恶欲 现在的余波更让她的生活岌岌可危 有粉丝说张博芝在生活中是一个好妈妈 在工作上是一个好演员 就算她离婚了也曾是个好妻子 人生本就难以圆满 多看真善没少理假恶丑 近几年张博芝时常会出现在一些节目上 节目中她也曾谈起燕照门事件 一度哽咽到落泪 她表示被伤害到极点但从不后悔 人生难免大起大落犯过的错不能逃避 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学会接受并负责 事情已过去有十年的时间 看到张博芝能够如此坚强的面对所有攻击 不得不说她的内心真的很强大 无论经历什么对于张博芝来说或许是一种成长吧 张博芝也想用自身的经历和如今潇洒的态度 来安慰那些当年跟她一样的受害者 她说不愿天不愿你 有人曾这么说 前半生爱得轰轰烈烈的张博芝 人生就好像一谈烈九涌网之前 可自从生完三个孩子后的张博芝 人生犹如变成农场一般过得平稳舒适 经历过太多风雨 现在张博芝的心态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她的人生也正在慢慢蜕变 而蜕变后的张博芝必定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也期待她带来更多好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